信心生活的秘诀 作者 穆安德烈 祷告 永远可称颂的父神 为着你在基督耶稣里 所为我们预备奇妙的救恩 我们不知要如何赞美才算何以 我们向你俯伏承认说 我们对这救恩所明白的 所相信的 对他的能力所降服的 是何等的少 我们热切地为众圣徒 能看见在基督耶稣里的 丰盛生命来仰望你 愿这祷告能在他们心中 激起一个深沉而不止息的渴望 要更完满地认识基督 对他们的意义 愿他们能深深地感觉到 你的教会在把祝福 带给世人的世上之无能 不是由于别的 乃是由于在他们心中 没有照着你的意愿 把当有的地位给基督和他的圣灵 我们特别求你 使他们能看见下面两方面的需要 一个对耶稣基督简单而全心地相信 并对他主权毫无保留的降服 并看见他们所带来的能力和祝福 使他们的心准备好更接受他的爱 以及他持续同在中的一切丰盛 我们的父啊 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你 使读这本小册子的读者都看见 你的全能要在我们里面成就你的每一个应许 并把如小孩子般的谦卑之信 靠赐给每一位 使你能得着荣耀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一日 神的形象 由于他所给的生命 并圣灵的能力 我们能被改变成基督的形象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创世纪二章六节 在这节经文中 我们看见关于人类的第一个思想 他的源头和定命完全是神圣的 神从事一件极伟大的工作 要在他神圣的荣耀里 把一个不是神的受造之物 做成完全像他一样 神是要人完全依靠他而活着 并且直接地 不断地从他自己得到 一切出于神的圣洁和祝福 神的荣耀 圣洁和爱 本来就是要住在人里面 并且急着他照耀出来 当最完成了他可怕的工作 并损坏神的形象时 在伊甸园里 神就应许女人的后裔 要来成全他的旨意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西伯来书一章三节 就是这位神子要成为一个人子 神的计划因他得以实现 神的形象要在人的样式中 显明出来 新约揭续了这个创造的思想 并且说到那些人 乃是神欲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又应许说 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在神永远的旨意和其实现之间 关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神给我们一个奇妙的应许 我们众人 即看见主的荣光 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 关于这件事 保罗在前面经文中曾提过 何况那属灵的直视 因这极大的荣光 岂不更有荣光吗 让我们熟记这些应许的经文 使它成为我们每个人 在天天的生活中 可能并确实的经历 这是那些尊基督 为那位得荣耀者的人 才能有的经历 让我们的心注视 内陷在基督身上 神形象的荣耀 确信圣灵要一天过一天 荣上加荣 把我们改变成神的形象 哦 我的魂啊 花时间坚定不移地相信 这应许要在你基督徒的生活中 成为真实 那位照着自己 形象创造人的全能的神 现今正在做成祂的旨意 就是借着圣灵的大能 要把你们改变成 基督耶稣的形象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给你们做了榜牙 叫你们照着 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二日 信心的顺服 全能的神要 供应一切的需要 使我们的信心刚强 使祂能在我们里面成就 耶和华向祂显现 对祂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 做完全人 我就使你极其繁多 创世纪十七章一至两节 在亚伯拉罕身上 我们不仅看见神 如何要求祂有信心 并报答祂的信心 又给我们看见神 如何借着祂所赐的恩典的训练 来制作出信心 当神第一次 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祂立刻赐给他 那个伟大的应许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服 创世纪十二章三节 当他到了迦南地 神遇见他时 又应许说 那地是属于他的 当他打败诸王回来的时候 神再次遇见他 并重申所应许的 从我们所引的经文中 在以撒出生以前 可以看出神就设法 要加强他的信心 在曼利数那里 神再一次问他说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神一步一步地引领他 直到他的信心 完全到一个地步 能在献以撒这件事上 绝对顺服亚伯拉罕 因着信就遵命出去照样 因着信 在他出去将近四十年的时候 他能够不需要任何应许 实际上他的遭遇 显然与所得的应许 相冲突而仍能至 终顺服神的旨意 亚伯拉罕的子孙 神的儿女呀 父神对你们的信心 有重大的要求 如果你们要跟随 亚伯拉罕的教宗行 你们也要舍弃一切 而活在属灵的应许之地 除了他的话以外 没有任何别的依靠 且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 为此 你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 那位在你们里面运行的神 乃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全能者 不要以为过信心的生活 是一件小事 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是一种需要 整天活在他同在里的生活 要在谦卑的敬拜中 俯伏在神面前 只等到他也对你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使你极其繁多 当亚伯拉罕听见了这话 他就俯伏在地 神又对他说 这就是在神所应许的每一件事上 使我们能信靠他能力的秘诀 在这本小册子里 我们盼望找出什么是信心能力 以及什么是神所愿做的工作 使照着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只有当我们蒙神呼召 而过着一种真正奉献 以及绝对顺服的信心生活时 我们才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出去 我们要跟随亚伯拉罕的角踪行 请将神对亚伯拉罕见证的话语 深深地藏在你心中 反倒因信 心里的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罗马书四章 二十至二十一节 三日 神的爱 他要洁净我们的心 使我们得以尽心尽性爱他 你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生命纪六章五节 神教导亚伯拉罕什么叫做全心的相信神 他的信心是那样刚强 且将荣耀归给神 摩西教导以色列明第一条 且最大的诫命是 要全心地爱神 这第一条诫命 很自然地也就成了其他诫命的根源 其立场乃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那位满有爱心的创造者 和照着他的形象所造 且是他施爱的对象的人之间的关系 这乃是一切事物该具备 不可少的要素 人的生命 命运和快乐 全在于他能尽心尽力的爱神 摩西说 耶和华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 生命纪十章十五节 这样的一位神配得着人无限量的爱 我们一切的信仰 我们对神所有信心和顺服 以及我们的一生 都是因着思想而得利 我们要尽心尽力地爱神 神的儿女每一天主要的责任 就是活出这条诫命 以色列人是多么不能顺服 我们众人所熟知的诫命 但是在摩西死以前 当他说完了神因着他们的罪所 要降于他子民的审判后 他就是他们知道这应许 耶和华你神必使你的心 与你后裔的心受割礼 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割礼 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 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 生命纪三十章六节 这个有福的应许 乃是新约内容的首次提示 在此耶利米曾预言律法 要借着圣灵写在他们心里 使他们不再离开神 且照着神的方式来行事为人 但是基督徒对于这点 所明白的是何等的少呢 他们是多么容易安于这种想法 这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来学这双重的功课 神所要求的乃是这种完全的心 要尽我们所能地爱他 这也是神永远配得的 并且这种完全的心也是神 他的名是可称颂的赐给我们 且做工在我们里面的 让我们的全人在信心里前来迎接 等侯 并期望这应许的成全 以全心来爱神 这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所要完成的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使那全心爱他的恩典 成为格外的确实与有福 四日 欢乐的声音 他要使我们行走在他的光中 并终日以他的名为乐 知道向你欢呼的 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呀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丽行走 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 诗篇八十九章十五至十六节 天使称福音的信息为大喜的信息 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欢乐的声音 那个福音就在于神的子民 能行走在他的光中 并且终日因他的名而欢乐 他们的分难是不受搅扰的交通 以及从不间断的喜乐 即使在旧约里的圣徒 也往往有喜乐的经历 但却无法继续不断 在旧约时代是无法获得那种经历的 唯独新约才能把他赐给我们 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里 你会发现父亲以他的儿女为乐 儿女也因着父亲的同在而欢喜 在地快乐家庭的标记 说出天上的父对他子民的应许 也是他所乐于完成的工作 在他脸上的光中行走 并终日因他的名而欢乐 这是神已经应许的 并且在基督里 且借着那将神的爱 充满在我们心里的圣灵 要使这件事成为可能 这乃是那些真正寻求 以全心 全力来爱神之人的产业 然而 有多少神的儿女 都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就放弃这个希望 对于过一种终日在神面前 欢乐的生活的盼望 然而 基督却非常确定地应许说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我们要想到 父渴望他的儿女们 对他有完全的信心和爱心 为着他们的快乐和力量 神的儿女每时刻都需要父的同在 我们也要想到 借着圣灵 基督的能力 要来维持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 并且除了那些知道 欢乐声音之人的福气之外 我们没有别的满足 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他们因你的明中日欢乐 因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 我们越寻求更深地进入神的旨意中 我们越发要坚定地相信 除了这件事外 没有别的可使父满足 就是父要他的儿女 在他的面光中行走 并且终日因他的名而欢乐 我们也就越发有把握 父对我们所希望的 要借着基督和圣灵 来完成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紧紧地持守这句话 终日 终日 五日 神的意念 神对我们的意念是属天的 是超越过地的 却要借着他的大能 大力成就在我们身上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九节 当神应许要在我们里面做工时 他提醒我们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完全超过我们属灵活泼的领悟力 当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并且我们因着恩典 再重新变成那个形象 同时当我们注视在 基督理神的荣耀时 我们就改变成为主的形象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个意念的确是比天还高 当他对亚伯拉罕说到 他在他和他子孙身上 所要做的一切伟大的工作 并且借着他 还要坐在地上的万族身上时 那又是一个比天还高的意念 是人的思想所无法领受的 当神呼召 我们用全心来爱他 并且应许要更新我们的心 使我们可以用全力来爱神时 这又是一个出之于天的最高处的思想 当父神呼召我们在这地上 在他的面光中过生活 并且终日因他的名而欢乐时 我们就得到一个出之于神爱心的最深处的礼物 因此当我们借着圣灵 等候神把生命和亮光 分次在我们心中时 我们就必须何等的前进 谦卑和忍耐 那个生命和亮光 会使我们熟悉那些 他放在我们里面的思想 如果我们要实际地进入他的意念中 并且使他的思想安加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何等需要天天与神有柔系的 持久的交通 尤其我们需要用信心来相信说 神不仅要启示出这些思想的美丽和荣耀 更要实际而有力地做工在我们里面 使那些崇高思想的神圣实际和祝福 确实地充满在我们全人的身处 让我们思想以赛亚所说的话 正如保罗所引用的 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出来了 当基督应许他的门徒 圣灵要从天上的宝座降下 与他们同住时 他说圣灵要荣耀他 并要把属天境界的亮光和生命充满在他们里面 也就是这位圣灵要使神和他的旨意 成为他们持久的经历 哦 我的魂啊 要好好地寻求 使你能明白 圣灵要天天把神的意念 在属天的能力和荣耀里充满你的心 六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中的新约 神把他的灵次下 放在我们里面 是为了要使我们喜爱他的律法 并绝不再远离他 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 当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第一个约的时候 他说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但是可惜以色列人没有顺服的能力 他们整个天性是属肉体的 是有罪的 在那个约里并没有供应恩典 使他们能以顺服 律法只是用来显明他们的罪 在我们所引的经文中 神应许要立一个新约 这约把使人过顺服生活的能力 供应给人 在这个新约里 律法要放在他们里面的部位里 要写在他们的心里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所以他们能和大卫一样地说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律法以及对律法的喜爱 将要借着圣灵 以及他一切的能力 来占有我们内在的生命 正如我们在耶利米书 三十二章所看见的 启先神说 我是耶和华 岂有我难成的事吗 然后又接着说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这正好与旧约 以及他的软弱无能 成了对比 这种软弱无能 使人不能一直忠心遵守 而这新约的应许 确实保证 使人继续而全心地顺服 这就是那些抓住神的话 并且完全只取那应许之信徒 身上的标志 要学习这个功课 就是在新约里 神的大能大力 要显明在每一个 相信这应许之人的心中 这应许是说 他们不离开我 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在深沉的静默中 俯伏在神面前 并且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们对于神 保守我们不离开他的这种能力 所经历的程度 乃是与照着你们的信给 你们成全了吧 的律是一致的 我们需要认真的 把新旧两约之间的对比弄清楚 旧约里有相当大的恩典 但不足以使我们继续 活在顺服的信心中 这就是新约的确定应许 是我们的心被更新之后的结果 也是引导我们 并启示恩典的 丰满之圣灵的能力 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 无可责备 七日 以西节书中的新约 他要洁净我们的心 且要急着他的大能 大力保守 我们遵行他的律力 我必用清水 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 这里的应许 与耶利米书里的应许一样 就是神应许要给我们 一个洗净脱罪的心 并在这心的心中赐下圣灵 使我们能顺从祂的律力 谨守遵行祂的典章 正如在耶利米书里神所说的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所以在这里说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在与旧约相对照之下 新约伟大的标记 乃是有神的能力 使他们能顺从神的律力 并谨守遵行祂的典章 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这个工作的结果 使人对他完全忠诚 并全心顺服 为什么这件事很少被人经历呢 其回答很简单 人没有相信这个应许 没有传讲它 所以也不期望 这应许得到经验 然而在罗马书八章 一至四节那段经文中 是说得多么清楚 这一段话是一个 曾经因那把他掳去 使他服从犯罪之律的能力 而发怨言之人说的 他现在感谢神 因他如今是在基督耶稣里了 并且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所以律法一切的要求 就成功在那些 随从灵而行的人身上了 再者 为什么能做这样见证的人 是那样少呢 怎样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只需要一件事 就是相信这位全能的神 他要借着他的大能 来做成他所应许的 我耶和华说过 也必成就 哦 让我们开始相信 这应许必定实现 我要竭尽你们 你们就竭尽了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我们要相信 神在这里所应许的一切 神就会成全这应许 神竟然把他伟大而荣耀的诸般应许 依托在我们的信心上 这件事真是我们所想不通的 当我们相信这些应许时 他们就要在我们里面产生那个信心 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让我们今天就来证实这件事 八日新约于祷告 神等后人献上祷告 使他的应许 因着神的大能 得以实现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 只是你 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 我耶和华说过 也必成就 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 我要给他们成就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 在新约中那些伟大应许的得以成全 是在于祷告 神垂听耶利米的祷告时说 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他曾对以西节说 使他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对于我们 因着我们的不信 并且按照人的思想和经历 来判断神的话语的意义 所以就不能盼望这些 应许真正的应验 我们不相信 神真是要使这些应许成为事实 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大能 而神的大能是等待着 要使祂的应许在我们的经历中 成为真实 神已经说过 若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的经历就成为非常局部的 而且非常有限 他曾亲切地指出 寻得这样信心的途径 就是要有更多的祷告 你求告我 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只是你 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 我要给他们成就 这乃是当一个个信他的男女 全心转向神 并祈求要得着这些应许时 他才来成全 只有当我们运用热烈而坚忍的祷告时 信心才得以加强 并使我们能抓住神 且降服于他全能的工作 然后 当一个个信徒都能见证神所 已经做的 以及就将要做的是什么的时候 信徒们才会彼此帮助 并取得了活神之教会的地位 并且一直恳求或坚定地盼望 使他的应许能在最大的度量中实现 并成为一种新的配备 为着那个伟大的工作 就是对江王的人们来传讲 基督丰满的救赎 教会的光景 我们服侍的人和肢体们的光景 以及我们自己的光景 都护照我们来不住地祷告 我们需要迫切地 不断地祷告 使他们深深感觉到 需要圣灵的能力 并使许多人心中 激起一个强烈的信心 从神那里求得他大能的工作 我耶和华说过 也必成就 主啊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九日 西伯来书中的新约 基督亲自保证 使神成就他的应许 并使其时陷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西伯来书八章十二节 在西伯来书中 基督被称为更美之约的中宝 是凭更美之应许利的 在他身上 约的两部分都完全成就了 首先 他来赎罪 使罪在人身上的能力被摧毁 人就可自由地来到神面前得到恩惠 因此 就有了更丰满的祝福 就是得到一个新的心 脱离了罪的能力 又因着圣灵 吹气 在这心中 就有了对神律法的爱慕 并且有能力来顺服他 约的这两面是绝不可分开的 然而 何等可惜 有许多人相信基督 只是为了罪的赦免 从未想到要来支取 这些应许的丰满 蒙喜静脱离了罪的心心 又有圣灵将对神律法的爱慕 和喜悦 以及顺服的能力 放在这心中 使他们能得到新约完满的祝福 而得以做神的子民 并且认识他为他们的神 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中宝 因他宝穴的能力罪得赦免 并且因着他的灵的大能 律法就写在我们心里 哦 但愿我们能确实地明白这件事 像我们确信罪得完全的赦免一样 这样我们就能期望 下面应许地完全实现 我要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我要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但是要记得 神对亚伯拉罕所说过的话 我是全能的神 耶和华 岂有难成的事吗 关于新约方面 他对耶利弥也说了这样的话 要过一种完全降伏神的生活 就需要一个刚强而全新的愿望 这就是说 我们要把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放在一边 并在信心中相信神伟大的全能 也就是我们要降伏于那位 做新约中宝的耶稣基督 并甘心情愿 接受我们和他相同的地位 向世界 罪 何己都与他同钉 也就是说 准备好任何代价来跟随他 简言之 这要求我们简单并全新地接受 基督为主 并我们服侍的主人 因为我们的心和生命完全是他的 神既然说了 就必定要成就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要如此成就 十日 信心的实验 对于信心的顺服 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他的仆人进前来 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列王记下五章十三节 在乃曼身上 我们得到一个显著的旧约立证 说到神在对待人的事上 信心所占的地位 这时我们奇妙地发现 到底信心是什么 第一 我们要想到 在乃曼这边 他渴望的医治的心 是多么的迫切 他为了得痊愈 愿做任何事 甚至向叙利亚王 和以色列王求情 也愿意经过漫长的旅程 并在先知面前谦卑 但先知却不打算出来见他 我们从这迫切的 祝福的愿望 可以看出 什么是刚强信心的根基 而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中 这种寻求神 和要祂的祝福的人 真是太缺少了 信心第二个标记 乃是必须放弃所有的成见 并且在神话语跟前俯伏 这是过于乃曼所愿意做的 所以他就大大发怒地离去 幸好有他的一位聪明 而忠心的仆人 给他提供上好的劝告 当我们想到 就这么简单地接受神的话 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心中 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这种思想会使我们的信心果足不前 第三个信心的标记 乃是 深信不疑地顺从神的话 你去沐浴而得洁净 在起初 这一切似乎都是突然的 但是信心在顺服中得着了证实 这不仅做一次或两次 乃是七次 做的时候 确信伟大的奇迹 必要出现 信心只需接受那简单的话 你去沐浴就得洁净 请看 他完全更新了 像小孩子的肉一样 全身就洁净了 神大能的作为 就如此成就了 当神的话 带我们来看这个应许时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误会 拦阻我们的不是别的 乃是不信 我们要相信 用整个意志来 简单且坚定地降服于神的应许 的确会使我们的心得洁净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是神的成欢喜 它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 且流经许多宝贵应许的运河 并且每一步都可听见有话说 你去洗就得洁净 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每一个应许都有一个呼召 你去洗就得洁净 你去洗就得洁净 基督要接着说 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每一处都干净了 十一日 对基督的信心 使我们能相信基督 的确就是那位全能的神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节 在主临别的谈话中 当基督快要离开他的门徒时 他教导他们 必须以同样坚定 相信神的心来 相信他自己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 也要做 当主在地上时 他没有办法 使门徒们完全地认识他 但是在天上 神丰满的能力 是属于他的 他要在他们土里 借着他们 做比他在地上 所做更大的事 这个信心 必须首先集中在 与复原唯一的基督身上 他们必须完全相信 神所已经做的一切 现在也能由耶稣来做 基督的神性 乃是我们信心 所倚靠的磐石 那位有份于我们的性情 为人的基督 在实际上 乃是真神 神的能力 怎样在基督里面做工 甚至使他从死里复活 照样基督 在他神圣的全能中 也能在我们里面 做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亲爱的基督徒啊 你岂没有看见 花时间在神圣的全能里 敬拜这一位 与父同在的耶稣 这是何等重要呢 这将教导你 依赖他的丰盛 在我们里面 做成我们所渴望的一切 这样的信心 必须占有我们 使我们每次想到基督 就满绝 这位大能救赎主的同在 他能拯救我们 圣别我们 并次能力 使我们达到完美地步 神的儿女啊 要在极深的谦卑中 俯伏在这位可称颂的 主耶稣面前 敬拜他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要花时间 只等到你完全地感觉到 一个确实的信心 在你里面产生 相信基督 就是那位全能的神 他要为你 在你里面 并借着你 来做成神所渴望的 以及你所需要的一切 让这位你所认识 所爱的救主 成为你前所未曾知道的 全能的神 也让他成为 你的确聚合力量 救主即将离世前 在最后一晚的临别谈话中 一开始就告诉他们 在他们一生中 每一件事都在于相信他 由于这信心 他们甚至能做 比他所做更大的事 在他谈话快结束时 他又重复说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们有一个需要 就是直接的 确定的 且不住地相信基督的大能 大力正做工在我们里面 十二日 在我们里面 基督的生命 父怎样活在基督里面 基督也照样活在我们里面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 前三本福音书里的教训 和约翰福音 有极大的不同 约翰乃是耶稣 胸怀中的朋友 他比其他门徒 更懂得主的意思 并且他所记得 基督的教训 大多是别的门徒们 所未曾提到的 这就是约翰福音 十三至十七章 成了新约中 最里面的圣索 其他门徒们说到 悔改和罪的赦免 这乃是新约 第一个伟大的恩赐 但是他们很少论到 新约所带给我们的新生命 以及要把律法 放在我们的心心里 成为一个活的能力 约翰所记载的乃是 基督告诉我们 他自己的生命 要实实在在地 成为我们的生命 并且我们要与他联合 正如他与父联合一样 其他的福音书 说到基督是牧者 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约翰说到他是牧者 他为羊舍命 使他自己的生命 成为他们的生命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所以基督在这里说 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门徒们从他所要接受的 不是他在地上时的生命 乃是复活的生命 这生命带着胜过死亡的大能 并且也带着被高举超过一切 而达到神右边的能力 从此 他就一直住在他们里面 这是一个新的 属天的 永远的生命 主耶稣自己的生命 要充满他们 这应许乃是赐给一切因信 而接受的人 何等可惜 有许多基督徒 都仅仅满意于 基督徒生命的开端 而从不可目的着 这生命的丰满 就是那更丰盛的生命 他们不相信 能得着这丰满的生命 他们也不准备为了 完全被耶稣基督的生命 所充满 而有所牺牲 神的儿女呀 这个信息 现在再次临到你们 在人所不能的是 在神却能 我求你们一定要花时间 让基督奇妙地 应许占有你们的心 除非你得到一个 完满的救恩 否则就不要满足 那就是基督活在你里面 你也活在基督里面 切记 这乃是对所有愿意 花时间来听 基督应许之人说的 他们也相信 神的大能大力 要在他们里面 做成他恩典奇妙的神迹 就是基督音信 住在他们心里 13日 爱的顺服 由于父和子住在我们里面 就使我们对基督的爱和顺服 成为可能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住在我的爱里 约翰福音15章10节 常有人问 我怎样才能一直住在基督里 怎样才能完全为他活着 因为这是我所渴望的 也是我热切的祷告 在我们所引的经文中 主很简单 但意义深远地 回答了这问题 遵守我命令 这乃是住在他里面 唯一 确实 并有福的途径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住在他的爱里 爱的顺服 乃是享受他爱的途径 请注意 在最后一晚主 曾多次说到这件事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然后又两次说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在十五章有三次讲到 如果我的话 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有六次主把遵守他的命令 和爱他连在一起 并且跟着有一个伟大祝福的应许 就是父与子要住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遵行他命令的爱 乃是住在他爱里的唯一途径 我们和基督的所有关系中 爱是一切 并且基督对我们的爱 以及我们对他的爱 都从我们对弟兄的爱上 才得着证实 但接受这样教训的信徒 是何等的少呢 许多人都安于这种想法 爱的顺服是不可能的 他们不相信借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猛保守脱离罪 他们不相信新约的应许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不能想象 对于一颗完全降福 并单单奉献给基督的心 它能够使我们以为 无法达到的事成为可能 也就是爱他 遵守他命令住在他的爱里 圣灵要成为基督 在他们里面生命的能力 这是神奇妙的应许 也保证他们会实在地爱他 并遵行他的话 那就是住在基督里的伟大秘诀 也是得着神和基督内住的秘诀 且是有功效的即祷告 把神的祝福 带到他们一切工作上的伟大秘诀 十四日 圣灵的应许 由于圣灵的赐下 我们就能得着那位得荣耀的基督 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若去 就差宝会师到你们这里来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 十四节 当时丁十字架的基督 就要在天上的宝座上得到荣耀 在那荣耀里 他要岔下圣灵来 进入他门徒们的心中 在他们里面荣耀他 那位丁十字架并得荣耀之基督的灵 要成为他们的生命 使他们与他有交通 并成为他们服侍他的能力 圣灵乃是以神圣荣耀之灵的身份 临到我们身上 因此我们就以他这样的身份 来迎接他的来临 并要绝对降服于他的引导 是的 那位渗透神 深奥知识的圣灵 那位住在神本源的圣灵 那位曾与基督经历使徒 并引领基督死于十字架的圣灵 那位复合子的灵 要来临并住在门徒们的里面 使他们能感觉到 那位得荣耀之基督的 同在乃是这位可称颂的圣灵 要成为他们的能力 来过一种因爱而顺服的生活 并要成为他们的教师和首领 使他们能求神从天上赐下 他们所需要的祝福 乃是借着他的大能他们 才能胜过神的诸般仇敌 并把福音传到地级 教会今日厉害地缺少这位神的灵 缺少这位基督的灵 他不断地使这位圣灵担忧 因此他的工作才如此较弱 不能结果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位灵就是神 他以神的身份来要求得着我们的权人 我们太把他当作是基督徒生活中的帮助者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和生活 必须完全并不断地在他的管制之下 我们每一天 每个时刻 都必须被圣灵所引导 因着他的大能 我们的生命就直接且继续地住在耶稣的爱和交通里 因着前述的愚昧和松懈 就难怪我们不相信这个伟大的应许 我们若在爱里来遵守他的命令 就能常住在基督的爱里 这也说出 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来相信基督的大能 大力会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工作 也无怪乎 他那神圣祷告的应许是我们所无法得到的 那位参透神深奥知识的灵 要求得着我们全人的最深处 并要在那里启示基督为主为王 这应许正等待着要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让我们就在今天降服自己 并即刻用我们的全心来相信这应许 基督等待着要成全这件事 15日 在基督里 基督在地上如何活在父里面 我们也能活在基督里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14章20节 我们的主曾说到 他的生命是在父里面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他与父并非相邻的两个人 他们乃是在彼此里面 虽然主在地上 坐在父里人 他仍住在父里面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附在他里面所做的 这个神圣属天的生命 就是基督在神里面 或者是神在基督里的那个神圣生命 这乃是一幅图画 也是一个保证 说出我们在地上 在基督里的生命该有的情形 在基督里 就着神圣生命的本质来说 自是在父里面 而且我们也必须知道 我们是在基督里 并且要一直活在这样的信心中 这样我们就会认识 父怎样在基督里做工 基督也照样要在我们里面做工 只要我们相信我们是在他里面 并且把我们自己降服于他的能力 子怎样等候父 父又借着他来做工 照样门徒们也要在祷告中 把他们在地上所要做的事告诉主 他就会成就 他们在他里面的生命 乃是他在父里面生命的反应 正如父在他里面的生命 乃是他在父里面生命的反应 正如父在他里面做工 是因为他活在父里面 基督也照样因为他们活在他里面 而在他们里面做工 但是除非圣灵降临 这件事无法实现 为此他们必须等候 直到他们得着了从上头来的能力 为此他们也要借着天天的交通和祷告 住在他里面 使他可以在他们里面 做他所曾应许过的更大的工作 教会是何等的不明白 他得着能力的秘诀 乃与基督一样 就是住在父和他的爱里 服侍主的人何等不明白 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目标 就是天天并时时住在基督里 这乃是他们配备主用来为他 逮着灵魂的唯意途径 若有人问说 讲台今日所失去的秘诀是什么 那就是到那日 就是当圣灵充满你们的心时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满有恩典的主啊 我们谦卑地 热切地恳求你 在所有寻求 要为你做工的儿女身上 求你乐意倾倒下施恩和恳求的灵来 使我们若不得着圣灵的充满 就无法安息 可称颂的主啊 我们恳求你 教导我们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降服于圣灵 并能每天格外注意 等候他的教导 使我们也能知道 这有福的秘诀 乃是你怎样在父里面 父又借着你来做工 照样我们是在你里面 你也借着我们来做工 十六日 住在基督里 我们能继续不断地住在基督里 并多接果子 这是我们的特权 正像只子住在葡萄树上一样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 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中 说到我们与他的联合 就像他与父联合一样 他在十五章中 就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 来加强说明这关系 为要使那些使徒们 以及一切为他传扬福音的仆人们知道 他们绝对需要天天 与他有丰满交通的生活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一面他指着他自己和父说 我是如何真实的并完全在父里面 你们也要同样的在我里面 然后他又指着葡萄树说 枝子在葡萄树上是如何的真实 你们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现在父怎样住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做工 我就做成他在我里面所完成的 并且枝子住在葡萄树里 葡萄树又把生命和力量供应给枝子 枝子就接受了且结出果实来 这件事对葡萄树是如何的真实 你们也要同样的住在我里面 接受我的力量 我就要用大能大力在你们里面 并借着你们来做工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亲爱的神的儿女呀 你们虽曾多次默想过这有福的经文 但是你们是否感觉到 如果你们想让基督的大能 照着他所愿的 做工在你们里面 你们岂不是还有许多功课要学习吗 最大的需要乃是 花时间在圣灵的大能中等候主耶稣 直到这两个伟大的真理 完全地支配了你的全人 基督是在神里面 这是从天上来的见证 枝子是在葡萄树上 这乃是所有天然界的见证 天上的绿和地上的绿联合起来 呼召我们要住在基督里 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 果子 更多的果子 许多的果子 这是基督所想要得着的 他也为此做工 并要确实地把这个赐给繁信 靠他的人 基督对那些最软弱的神的儿女们说 你们是在我里面 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 对那些最刚强为主传信息的人 他没有其他更高的话 仍然是住在我里面的 这人就多结果子 基督对所有的人的信息都是这样 要天天继续不间断地住在基督耶稣里 这是有能力 有祝福之生活的唯一条件 要花时间 并让圣灵把住在他里面的秘诀 重新说在你里面 这样你们才会了解他话语的意义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们信不信我能保守你们一直住在我的爱里 是的 主啊 不要怕 只要信 17日 祷告的能力 一切奉基督的名祷告的律 乃是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约翰福音15章7节 在主回到天上之前 他教导门徒们两个伟大的功课 是说到他们在所要完成那更大的工作中 他们与主的关系 第一件事 乃是他在天上要比在地上具有更大的权能 并且他要使用那个权能来拯救人类 这样的工作唯有借着他们 以及他们的话和工作才能完成 另一件事 乃是他们若离开主 就不能做什么 但是他们能依赖主 在他们里面 并借着他们做工 这样就实现了他的目的 所以他们最优先并最主要的工作 乃是他们必须把 他们所要做的每一件事 都在祷告中带到主面前 在主临别的谈话中 他重复这个应许有七次之多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奉我的名祷告 你们当相信这句话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主把这两个真理写在他们心里之后 就差遣他们到世人中间去 因此他们就能满有把握地 担任他们的工作 那位全能的 得着荣耀的耶稣 就要在他们里面 借着他们 并且和他们一同来做 比他在地上所做更大的事 这些在地上无能又无助的门徒们 可以不断地在祷告中来仰望他 且满心相信他 必定会垂听那个祷告 在他们一生中 以及在他们所侍奉的工作中 最重要的是 乃是 维持一个祷告和祈求的灵 何等可惜 教会对这件事所相信 又明白的是何等少 那是为什么呢 没有别的 乃是因为信徒们 很少天天住在基督里 以致他们没有能力 来相信他那些 伟大而宝贵的应许 为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让我们都来学这功课 我们继位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每天最重要的事 就是活在与基督亲密的交通中 这样我们就能深深地依靠主 和不断地向他祈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工作时 满心相信他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 并愿很信实地尽他那一份 就是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 作为力量和丰富祝福的来源 你们这些主的仆人们呢 花时间 哦 要花时间 用你们的全心相信基督所说的话 基督问说 你们信这个吗 是的 主啊 我信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要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十八日 爱的奥秘 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 和我们对弟兄的爱 乃是征服世人的能力 我为这些人祈求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附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三节 在基督最后一晚 对门徒们所说的话中 他特别强调这个 门徒们是在他里面 且住在他里面 他虽也提到他在他们里面 但并不如他们 在他里面那样的强调 但在他大祭司的祈祷中 大多数都是说到 他在他们里面 正如附在他里面一样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 叫世人知道 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 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只有当信徒们 在生活中显出基督 在他们里面 并且爱弟兄 如同基督爱他们那样时 才能使世人确信 神爱门徒们 正如他爱他的儿子一样 教会的软弱 乃是由于没有借着活的 合一使世人明白 并向他们证明这事实 我们是在基督里 基督也在我们里面 在这和义里 借着我们彼此的爱 显明基督是在我们里面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需要了 就是基督这样的内助 在我们心里 以及信徒们 由于都有基督的内助 而能彼此认识 并相爱 并彼此连结 这就是在主的祷告 终末后几句话所说的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 使你所爱我的爱 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神圣的内助 最主要的荣耀 就是他能彰显神圣的爱 父对基督的爱 借着基督临到我们 再从我们流出去 达到弟兄们身上 然后又达到众人身上 基督对凡爱他 顺服他的门徒的 伟大应许乃是 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圣灵切望住在我们心里 就是为了使我们 过一种爱基督 并爱弟兄的生活 神的孩子啊 但愿你所寻求的 所相信的 你全心全力所要得到的 不是任何次等的事物 而是主耶稣 在那超越知识的爱里的内助 他要用这爱来充满你的心 这样世人因着神儿女们 真的彼此相爱 就不得不承认神所说的话 使你所爱我的 爱在他们里面 我也在他们里面 已经应验在他们身上了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主啊 我们信 十九日 基督是我们的义 称义 在基督里的义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在前三本福音书中 说到救赎乃是罪的赦免或称义 约翰所说的救赎 乃是基督要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也就是重生 而保罗却把这两个真理 很美丽并和谐地连在一起 所以在罗马书中 他先说到称义 然后从五章十二至八章三十九节 他继续说到与基督联合的生命 在罗马书四章 他告诉我们 在亚伯拉罕身上 我们可以找到这两件事 第一 从三节至五节 亚伯拉罕信神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然后在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神怎样 首先称亚伯拉罕的信为义 然后又继续引领他相信 他乃是那位赐生命给死人的神 他对待今天的信徒们 也是这样 当信心的眼睛 专注在基督身上时 我们的称义在一开始时 就达到完满 但那只是开端 逐渐的 信徒就要开始明白 当他重生时 基督也同时住在他里面 现在 神给他的护照 乃是要他住在基督里 并让基督也住在他里面 在他里面做工 大多数的基督徒 紧紧抓住他们 在称义方面的信心 为要努力激发并加强他们自己过一种感恩而顺服的生活 但是他们却失败得很惨 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在完全的信心中把自己降服于基督 使基督的生命能维持在他们里面 他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已经学了第一个功课 也就相信他乃是那位称罪人为义的的神 但是他们没有往前学第二个伟大的功课 就是相信他乃是那位能叫死了的人 又活过来的神 并且借着住在他们里面的基督 天天更新那个生命 只有在基督的生命里 才有能力和完满的祝福 基督徒的生命 必须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赦免的恩典只是开端而已 在恩典中的长进 能引领我们有更完满的认识 并经历在基督里的实际 且使我们活在他里面 而置于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二十日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重生 在基督里的生命 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作王吗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 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我们说过 保罗教导我们在相信基督是我们的一之后 接着就必须相信他 是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于是他问说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我们是已经与他一同埋葬 一同从死里复活 正如在亚当里 所有他的子孙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 所有的信徒也实在是死了 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而且我们也和他从死里一同活过来 现在我们要称自己是真正的像罪死了 像神活着 事实上 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 是如何有份于并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 同样的 我们在基督里向罪而死 也是一个真正的属灵实际 只有借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才能看见 我们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以及与他在复活上的联合 是何等的真实 这时我们才会明白 在他里面罪在我们身上再没有权势 我们且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老亚当怎样活在罪人里面 甚至也活在信徒里面 同样的 那些知道他在基督里是已经死了 而现今活在他里面的人 也能满有把握地依靠这些话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甚至连片刻都不能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这就是真正信心的生活 正如我们的主所说过的 当我们经历了圣灵全备的能力时 对于我们在他里面 及他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的经历 才能成为真实 保罗说 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这个罪和死的律会使他痛苦不已 因他会把他掳去 接着他又说 使律法的一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借着圣灵 我们就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 哦 但愿神开他儿女们的眼睛 看见这是何等的能力 就是当他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时 基督就要在他们里面 活出一种神圣而满有果子的生活 二十一日与基督同钉 我们有那位定十字架的基督 活在里面 是无法形容的祝福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在亚当里面 我们怎样从生命和神的旨意中失落 而又陷入罪恶和败坏之中 同样的 在基督里我们有份于一个新的属灵的死 就是向着罪死 而进入神的旨意和生命中 这就是基督的死产生的果效 他的死也使我们今天在他里面 有份于他的死 对保罗来说 他的死实际到一个地步 使他能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与基督同死 具有如此大的能力 使他不再过他自己的生活 而让基督在他里面 活出他的生命 他的的确确是向着救天性和醉死了 并且神使他复活进入那位活的 而又住在他里面之基督的大能中 在他里面活着的 乃是那位定十字架的基督 他又使他有分于十字架 在他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一切意义 在基督里的心意 以及他的虚己 并为奴仆的样式 自己威卑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这一切的性情 都要坐在他里面 因为这位定十字架的基督 就活在他里面 因此他所活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定十字架的人 所表现的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乃是他的圣洁并圣过罪的最高表现 凡接受基督的信徒 也就有分于那位定十字架的主 所得到的一切能力和祝福 当信徒学习用信心来接受 这事实时 他就使自己降服下来 因为对世界而言 他已经被定死了 因此他向着这世界的欢乐和骄傲 情欲和自愉都死了 当定十字架的主把 十字架的能力 启示在他里面时 他就知道十字架的奥秘 开启了那进入与基督 有罪丰满交通 以及效法他的苦难的门 因此他也学知圣经上所说 钉十字架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那句话完满的意义 他逐渐长进 且能更充分地领会 敢于说这句话的福气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哦 神所赐信心的能力 是何等的祝福 他是一个人在生活中 能随时把自己降服于神 并称自己在基督耶稣里 像罪真是死的 像神是活着的 二十二日 信心的生活 因着信他而产生的伟大能力 他是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如果我们问保罗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 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这种生活中扮演的 又是什么角色呢 他给我们的回答乃是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他整个的生活 乃是一日过一日 并且终日 都是不住地相信那个 为他舍己奇妙的爱 信心就是能力 他占有并渗透 他的全人和他每一个动作 这就很简单 而完全地说明了 真正基督徒生活的秘诀 这并不是仅仅相信神的某些应许 或者我们从基督所接受的某些祝福 就看神的话 最深和最完满的意义来说 这秘诀乃是指一个信心 使我们看见基督 如何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我们 成为我们的生命 以及每日每时所需要的一切 对于维持我们肉身的生命 继续不断地呼吸 是怎样的重要 照样一个不止息的信心 使我们相信基督 依赖他来维持在我们里面 那个属灵的生命 也是一样的重要 信心乃是不断地依赖基督 那无限量的爱 这爱使基督 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我们 在最深的意义中 他成为我们的 并再次在我们里面 活出他的生命 由于他的无所不在 他只与某一个人 和他只与其他人完全一样 他能成为每一个人 完全的救主 也是一位常同在的家客 并且实际地在我们里面 负一切的责任 并维持我们的生活 好像他是单单生活在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似的 父怎样实在地活在他里面 并在他里面 做父所要做的一切工作 基督也要同样实在地 活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做工在我们里面 信心在神的灵的指引 和教导之下 对于基督的无所不在 和无所不能所获得的 那种把握 使得他整天在心灵的深处 也得着一个持久而不中断 的确句 那位爱我为我舍命的神的儿子 活在我里面 他实实在在是 我的生命和一切 我在那位 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 凡事都能做 求神将基督 与我们之间的那种 无法分开的联合 向我们开启 这联合 使基督同在的感觉 和我们对自己肉身 存在的感觉一样自然 二十三日 完全的奉献 为着基督 把万事当作有损而换得的奖赏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 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腓利比书三章八节 当我们研读 主耶稣在最后一晚 给门徒们的应许时 我们就要问说 什么使这些人 适合并配得着 这样大的尊荣 就是领受 从天上来知圣灵的尽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 当基督呼召他们时 他们就撇弃一切 来跟随主 他们否认自己 甚至恨恶自己的生命 并且舍己来 顺服他的命令 他们跟随他 一直到加略地 在加略地痛苦和死亡中 他们的心淡淡地连于主 乃是这一切 使他们在地上的时候 配备圣灵充满 正如他在荣耀里 重复领受了圣灵的丰满一样 耶稣基督怎样必须奉献一切 成为一个完全的寄献给神 照样所有他的百姓 从亚伯拉罕到雅各 到约瑟 所有历代旧约的圣徒 一直到十二使徒时 都必须舍弃一切 来跟随神的引领 并且要过一种 分别出来归给神的生活 然后神的能力 才能经过他们来成就他的旨意 对保罗也是如此 他一生的忠心目标 乃是把万有都当作有损的 唯要得着基督 如果我们要丰满地 有份于他复活的大能 也必须如此 但是教会都何等地不明白 我们是已经完全从世界中 被救赎出来的人 为要毫无保留的 而且单单的 为神和他的爱而活着 这就如同一个买卖人 在地里发现了宝贝 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来买这块地 如果我们真的要 借着圣灵的能力 来与主分享得胜 基督就要求我们全心 全命和全力都为着他 天国的律始终是不变的 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门徒们为着五旬节 必须花几年的功夫 与基督同在 基督也呼召我们每天 在与他紧密的连结中 行事为人 且一直住在他里面 以至于能过一种 不再是属自己 而完全是属于主的人的生活 就在这种光景中 我们就能寻见那达到 圣灵丰满的途径 让我们勇敢地来相信 这样的生活是为着我们的 但愿我们的心所热切 渴望的不是别的 乃是要达到这个 让我们以全心来爱主 我们的神 以及基督我们的救主 借着那位爱我们的主 我们就得胜有余了 二十四日全然成圣 有福的确据 神使你全然成圣 愿赐平安的神亲 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 得猛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那照你们的本事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铁撒罗尼家前书五章 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这是何等的一个应许 我们盼望能够看到 所有神的儿女 都抓住这个应许 并要求神来成就这应许 何等可叹 不信叫人根本 就不会有这种思想 而且只有少数的人 把应许当作 他们的宝贝和喜乐 请听神 就是平安的神 这个平安是他借着 十字架的血所成就的 他也是超过所有物性 所有领会的 在基督耶稣里 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除了他自己以外 没有别人能 并且愿意完成这件事 这位平安的神亲自应许 要使我们成圣 要使我们完完全全地成圣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成圣 在圣灵里的成圣 乃是神在做这样的工作 乃是当我们与神自己有亲密的 个人的交通时 我们才能成圣 我们每一个人 岂不应该因着这样的盼望 而有极大的喜乐呢 但是这个应许好像是太大了 所以他就一再地重复 并详细说明 愿你们的灵和你们的魂 以及身子得猛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摘 这件事好像是太大了 不可能实现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发生错误的领会 保罗又加了下面的话 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是的 他的意思乃是说 我耶和华说过 也必成就 我要在基督里 并借着圣灵来成就 他所要求的 就是我们天天来到他面前 并且活在与他亲密的交通中 太阳的热怎样照在人身上 并使人温爱 照样 他圣洁的火 也要在我们里面燃烧 并使我们成圣 神的儿女呀 要谨防不信 他会修辱神 他夺走了你灵魂的产业 要以神的话作为你的保证 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但愿每当你想到 你崇高神圣的护照时 就发出这样的回声 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 他必成就这事 是的 他必成就这事 他要给我们恩典 使我住在他的身边 使我能够一直在他 完全平安的保护 以及唯独他 才能赐给的圣洁的遮盖之下 哦 我的魂啊 他必成就这事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主啊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25日 他浩大的能力 怎样认识神像我们 所显明的浩大能力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自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 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 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兆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以福所书一章 十六至二十节 我们在这里 又看到一处伟大的经文 在这方面 必须运用我们的信心 这些话 使我们的信心扩大 刚强并勇敢 保罗是写信 给那些受过圣灵印记的人 然而他觉得有一个需要 就是要为着圣灵的光照 不住地祷告 使他们可以真知道 什么是那运行在 他们里面神的大能 这一个能力 和当初使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神的 大能大力 并没有任何的逊色 基督为着担负着 世人的罪孽 及其咒诅的重担 而死于十字架上 当他下到坟墓里时 罪得重担 以及曾一度似乎显然 胜过他的死亡的权势 都压在他身上 为了要使那人 从坟墓中出来 并得着神宝座的荣耀与权能 神所运行在他身上的 是何能浩大的能力 如今借着圣灵的教导 我们就要认识 那在我们生命中 天天做工在我们里面的 就是那完全相同 浩大的能力 要向我们这信的人 彰显出来 那位曾对亚伯拉罕说 我是全能的神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的神 也为我们带来这样的信息 他不仅坐在亚伯拉罕身上 更是坐在基督耶稣身上 这是他能每时刻 有效地做工 在我们心中的保证 但必须我们肯学习来信靠他 乃是借着那个伟大的能力 才能把那位复活 被高举的基督 启示在我们心中 作为我们的生命和力量 相信这个的信徒们 是何等的少啊 哦 让我们来向神呼求 并信靠他能借着他的圣灵 使我们天天所渴望的不是别的 乃是让这浩大的复活能力 做工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四位 以及在教会里 一切的信徒们祷告 使他们的眼睛的开 看见那做工在他们里头 神伟大复活的能力 但愿所有服侍主的人 像保罗一样 为着他们所劳苦服侍的人 在这件事上不断地向神呼求 他们若不断祷告 求圣灵 启示出内住在他们里面 并做工在他们里面的大能 他们的服侍将有何等大的不同 26日 内住的基督 福音就是内住基督的时代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以福所书三章十七节 使以色列人能从列国中 分别出来的那个特权 是由于神住在他们中间 以及他能安家在他们的会幕 或圣殿的制圣所里 新约乃是神内住在他子民 心里的时代 正如基督所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那就是保罗所说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 成了荣耀的盼望 也就是他论到自己所说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福音就是内住基督的时代 但相信或经历这件事的基督徒 是何其少呢 关于经历基督徒生命 最高祝福的途径 请来倾听保罗的教训 一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膝 求他叫你们 祝福是从父临到那位屈膝的祈求者身上 他是为自己也为他所劳苦的人祷告 这祝福是在更多的祷告中得着的 二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这是十分特别 并神圣的祝福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这样我们就能从罪恶和世界中分别出来 降服于基督 遵他为主 以他为我们所服侍的主人 并且过着爱基督的生活 遵守他的命令 为此他就给了我们如下的应许 我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三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这是说 在基督的本性里 在他神圣的无所不在和他神圣的爱里 他渴望要住在我们的心里 当信心看见这个 并屈膝向神恳求这个伟大的祝福时 就从他逮着恩典 来相信这个祷告以蒙垂听 就在这样的信心里 我们接受了渴望已久奇妙的恩赐 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 四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 充满了你们 这是人人可以经历的事 神的儿女啊 要用圣灵在这里所给我们的话来喂养自己 以强烈的愿望和孩子般的信心 默想父 子 圣灵在你里面所已经做的工作 要牢牢地抓住这确实的把握 就是神要丰丰富富地 做成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基督对我们说 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吧 二十七日 基督徒的完全 神会在各样各善事上成全你们 但愿赐平安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西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 亲爱的读者 为着要得着一个大而刚强的信心 必须预备你们的心 使你们能再得着神的另一个应许 那是高过我们一切的思想的 正如天高过的一样 你们知道 在西伯来书中有美好的解释 说到成为我们大祭司的基督 也就是新约的中宝 借着他所流出来的宝血 为我们完成了救赎 写本书的作者用这个祝福 平安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来结束整篇的讲论 以及极深的属灵教训 那岂不是包括了每一件事吗 我们还能盼望更多的吗 是的 请听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 那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做的 这里的伟大思想乃是 凡是基督为救赎我们所做的一切 以及神使祂从死里复活所做的一切 都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让祂可以自由地 把基督所带来的永远救赎 坐在我们里面 祂是那位无所不能 一直工作的神 要亲自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 如果我们要知道 神是用何种方式做工 其答案是 借着祂在我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我们所接受关于在基督里救恩的完全 以及我们蒙照来仰望祂 跟随祂 这一切的教导 在这件事上达到了最高峰 并且因着这有福的确聚而达到圆满 神自己对那些真正信靠祂的人 负完全的责任 所以祂自己要借着耶稣基督 在他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这个思想太高了 这个应许也是太大了 是我们自己无法达到的 然而神把祂赐给我们 要求我们有信心 并要激发我们的信心 祂要求我们抓牢这一个真理 那位永远的神借着耶稣基督 每时刻在我里面做工 我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降伏在神的手中 让祂来做工 不要用我们的工作来阻碍祂 而是在一种安静并静拜的信心中 确信祂自己借着耶稣基督 在我里面 行祂所喜悦的事 主啊 假增我们的信心 二十八日 诸般恩典的神 我们再一次得着这样的应许 赐诸般恩典的神 亲自成全你们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照你们 得想祂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我们知道 希伯来书把所有的教训 都集中在这个美妙的应许上 愿赐平安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彼得也同样地说 赐诸般恩典的神 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一天过一天 神自己是我们 唯一信托的对象 当我们想到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生活 以及我们心中 所有的愿望时 神自己必须是 我们的希望 和依靠的唯一对象 神怎样是宇宙的中心 是宇宙力量的唯一源头 是命令并控制宇宙一切活动的唯一领导者 在信徒的生活中 神也必须有同样的地位 在每一个新的日子里 我们第一个并主要的思想 应该是 神 只有神能使我在这一天中过他所要我过的生活 如今 我们在这位神面前的地位 是什么呢 我们岂不感觉 每天首先该想到的 乃是卑微地 将自己交在他手中 承认 我们是绝对的无助 并使自己 如小孩般地 向他降服 使我们从他 给这下列应许的成全吗 赐平安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 成全你们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 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有些人在敬拜的秘诀 这本小册子中 已经学习 每天早晨遇见神 并且给他时间来启示他自己 并让他在这一天中 管理我们的生活 那是绝对的需要的 我们对彼得所说的这些话 岂不也应该有如下的态度吗 当神和我们之间的这件事 被我们明白时 我们就要向他献上这样的祷告 可称颂的父啊 为着这新的日子的生活和工作 我的心依靠你 我的希望是在于你的话 赐平安的神 在各样的善事上 成全你们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 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靠着神的恩典 今后我要每天早晨 在这样的灵里 起来并出去工作 谦卑地相信他的话 神必亲自成全你们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永远可称颂的父啊 我恳切地求你 乐意将你儿女的眼睛 开启使他们看见你的儿子 既然永远得以完全了 你也照样等待 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来成全你的圣徒 使你荣耀得以彰显 二十九日 不犯罪 住在那位无罪者的里面 是不犯罪的能力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 约翰一书三章五至六节 约翰把基督最后一晚 所讲到住在他里面的话 深刻印在心中 并在他的生命里 他一直记得 主有六词之多 说到爱他并遵守他的命令 乃是住在他的爱里 并是接受父和他儿子内住的途径 所以在约翰年老时 所写的书信中 住在基督里 就成了得着 所应许之生活的要节 在我们所引的经文中 约翰教训我们 如何能蒙保守脱离罪 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 虽然我们的天性是有罪的 但我们若住在那位无罪的基督里 就被释放脱离罪的能力 并使我们一天 过一天讨神的喜悦 圣经记载主耶稣提到复时 这样说 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所以约翰在书信中这样写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他逮着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 但愿凡可目要得着 自由脱离罪的权能的人 都来接受这些简单 而意义深远的话 在他并没有罪 我得以在他里面 是本乎神 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的 就是神 当我们寻求要住在 那位没有罪的主里面 基督就要在圣灵的大能力 在我里面 实在活出他自己的生活 并使我能过一种 在凡事上 讨他喜悦的生活 亲爱的神的儿女啊 你是被神呼召来过一种生活 在那生活里 你的盼望 就是对这位全能的神的信心 这是伟大的信心 坚强的信心 持续的信心 当你天天花时间 将自己降服于那位平安的神 也就是在各样善事上 成全你 叫你遵行他的旨意的神时 你就会经历到 你心中所未曾想到的事 正是神所要坐在 那些等候他的人里面的 凡住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 这应许是确实的 全能的神保证说 他要在你里面 借着基督耶稣 行他所喜悦的事 要在这样的信心里 住在他里面 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 三十日 胜过世界 胜过世界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约翰一书五章五节 基督曾强烈地说到 世界要恨他 他的国和这世界的国 是势不两立的 约翰明白了这个教训之后 就总结说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约翰也教导我们 世界真正的本质和全能乃是 肉体的情欲和己的喜好 眼睛的情欲和其所见所寻求 世界的荣耀 以及今生的骄傲和己的高举 我们发现在伊甸园里 世界的这三个标记 都在夏娃里面 他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这世界借着身体 眼睛和智慧的骄傲 就支配了那女人 也支配了我们 凡不认识在基督里 自己向着世界 已经被钉死的基督徒 这世界仍旧厉害地影响他们 这世界的能力 显明在人对吃喝的喜好 对这世界眼见荣耀的爱好 与享受 以及构成今生骄傲的世上 大多数的基督徒 若不是完全不知道 这世界之灵的危险 就是感觉他们完全 无法胜过世界 基督把那个伟大的应许 留给了我们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当神的儿女住在基督里 并且在圣灵的大能力 想要过属天的生活时 她可以坚定地依赖这能力 而胜过世界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这就是天天并时时胜过世界 及其一切暗中诡诈试探的秘诀 但这种得胜要求我们的心和生活 完全被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占有 这样我们才能一直维持在胜利者的姿态中 哦 我的弟兄啊 要好好地问你 自己是否全心相信 信心会使你胜过世界 要在耶稣持续地同在里 依赖神的大能大力 这才是你确定并长久得胜的保证 你相信这话吗 主啊 是的 我信 三十一日 我们信心的创始和成终 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全者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 这些话里所储藏着的 是何等的鼓励 当那个被鬼附织孩子的父亲求主帮助时 我们的主就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这时那父亲感觉到 基督是把责任放在他身上 他若能信 孩子就可得医治 他也感觉到 他好像没有那种信心 但是当他定睛在基督脸上时 他确信那人乐意来医治的爱 早已预备好要帮助他的信心 并且要亲切地来接受那原本软弱的信心 他就流泪地呼喊说 主啊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基督垂听了那个祷告 孩子得了医治 这故事对我们是何等美好的教训 因为当我们听见了神奇妙的应许时 我们常感觉我们信心太薄弱 不能抓住神宝贵的恩赐 但由此 我们确知 那位等候我们的信心来做工的基督 乃是亲自要来照顾我们信心的救主 尽管我们的信心是多么微弱 虽然我们是流着泪 我们仍要来向他呼喊说 主啊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基督要垂听这个信赖他的祷告 我们要操练这种祷告 即使这种祈祷不过像芥菜众一样 与基督接触后 最微弱的信心 也会变成刚强而勇敢的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和成终者 亲爱的基督徒 我恳求你们 当你们独神奇妙地应许 并渴望这些应许得着成全时 请记得芥菜种子的比方 它虽然很小 但若将它种在地里让它生长 它就会长成一棵大树 把你自己那隐藏的又小又弱信心的种子拿来 连同你所依赖神的应许一并重在你心里面 当你与基督交通并迫切地向祂祷告时 把信心表达出来 他就会实在地接受这又软弱又战精 却持定他不让他走的信心 一个软弱的信心 在全能的基督里 会变成伟大而能一山的信心 在亚伯拉罕身上 我们看见神如何负他信心的责任并训练他 使他在信心上刚强 又能把荣耀归给神 要非常坚定地信赖基督会 加强你的信心 每当临到这个问题 你信我能做这事吗? 是 你的心要坚定地回答说 是的 主啊 我信 赞美神 我所得着的这位基督 不止等待着要把属天生命 和新约祝福的丰满产业赐给我 并且他也暗暗地在我里面 制作出那个 能叫我承受这一切产业的信心